糖尿病虽然是慢性病 但他還是有發生急症的風險 而且特別是如果發生急症的話 還會有致命的高峰 像是這位才10歲的小男生 他就有出現意識模糊 呼吸急速的狀況 跟糖尿病就是有關係 對 當然在他出現這些症狀之前 他的家人是不知道 他有血糖的問題 可是一發生就很嚴重 而且是馬上送加護病房 我們來看他的狀況就是 先是出現這個體重異常的暴瘦 就一週以內就掉了6公斤 那當然後來媽媽會送急診 是因為他的這個整個 呈現很虛弱狀態 意識都模糊了 然後眼窩凹陷等等 那當然去到了這個急診 醫生是比較有經驗的 就馬上抽血檢查 就發現他的血糖爆表 居然750 血糖好高 對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就是確診了銅酸中毒 但進一步也檢查發現就是 這個小朋友是有第一型糖尿病 那我們知道第一型 其實是跟基因遺傳比較相關 尤其是一些兒童 或是青少年階段 血糖出問題容易出現的就是第一型糖尿病 那我們再來看的是另外一位 這個35歲男性的案例 他也是在體重上有這個巨幅的波動 他一開始這個體重90公斤 那175公分 其實就是有點壯壯的 那據說他平常的習慣是半糖紅茶當水喝 然後他的工作狀態又是那種工廠的作業員 所以其實他的工作壓力大 然後不穩定 然後加上他可能就是也沒有時間去做運動等等 那一直到出現了這個什麼口渴多尿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三多的症狀出現的時候 他其實在兩個月之內又瘦了10公斤 但是這不要高興這不是減重的 這是出現的狀況 所以他去醫院檢查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這個相關的比方說白蛋白尿 也就是他的腎臟可能有一些影響了 再來他的這個攝網膜病變 也出現了輕微的這個病變了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真的都是警覺性太晚了 是 其實像這種急性 尤其這個10歲男同 他罹患醫生叫做銅酸中毒 這邊要給觀眾朋友 大概講兩個糖尿病急症的名稱 一個叫做銅酸中毒 還有另一種叫做高腎透壓高血糖症 這邊想問一下劉醫師 這兩種症狀我們該怎麼做區分 或者是跟觀眾朋友描述一下 基本上我們大部分的區分 可能會說 可能銅酸中毒比較常見 會發生在所謂第一型糖尿病 因為它是跟直接我們的 這個疫導素的缺乏會有關係 所以它在整個能量的利用上 會出現很大的一個差異性 就是它沒辦法好好的利用我們的血糖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 高腎透壓高血糖症的這部分 大部分比較常見的是在 所謂的第二型糖尿病 所以其實第一型 因為第一型比較容易發生 在年輕的時候你就發現 所以這種型 其實小朋友發生率是高的 那第二型就可能肥胖 糖尿病的人其實發生比例比較高 對 沒有錯 那主要是在第一型的部分來講 就是說它發生的機會 就是說它一發生的時候 常常你是第一次發現 它就是糖尿病了 所以因為它很多是你的小朋友 像我自己有一個案例 是在我門診 在診所看門診的時候 也是一個小五的小女生 然後他來的時候 他就說他 爸爸帶他來了 爸爸說他今天早上就一直喊肚子痛 然後一直想要吐 可是每天真的吐跟拉這樣子 其實我們一開始聽到這樣子的主述 我們其實還是會想腸胃炎開始 然後我們當然就問一些簡單的 感染的一些症狀 結果爸爸這時候才講了一句說 他會不會是糖尿病 我這時候 對 我們在講 我們想說 我們在想說奇怪 怎麼爸爸會突然講一句糖尿病 他說 因為我自己就是第一型糖尿病 我也差不多這個年紀就被診斷 而且第一型糖尿病有些是遺傳 對 既然爸爸都這樣講了 我們總要驗一下 因為都已經有人跟你這個暗示了 你怎麼不驗 一驗血糖就真的高上去 對 然後也是高到 就直接嗅嗨 就是已經驗不出來了 我們就直接轉診去 然後當然他就真的是第一型糖尿病 所以如果你看糖尿病的書 有時候我們雖然都說 第一型第二型 其實都會有一個遺傳基因的 這個可能性在 風險在 其實如果就以遺傳的強度上來講 第一型糖尿病的遺傳強度 還是會比第二型來得高 因為它主要是一個 跟自體免疫有關 它會直接去攻擊我們的一個β細胞 所以會導致我們的分泌遺導素的細胞 細胞數會越來越少 那它不是只有影響小朋友 在過去的研究裡面 其實還有那種五六十歲才被發現 第一型糖尿病的 當然解釋的原理有很多 就是說它可能潛在就有 這個自體免疫的問題 可是它可能某次的感染 或什麼誘發出這樣的抗體 去攻擊了它的遺導素 所以對我們來講 當然說第二型還是常見 是在我們的成人 可是在成人的部分來講 如果你一下子遇到那種非常高的血糖的時候 你還是要留意它 會不會就是跟低型糖尿病是有關係 對 其實我們講到急性的血糖高 或是所謂的急症 當然回過頭控制血糖很重要 那其實有時候比如說我們現在台灣的農產品 我覺得做得很好 所以其實農產品相對比較甜 導致很多糖尿病患是不敢吃 拒絕吃水果 可是索尾老師說 其實只要你吃對 還是可以安心吃水果 沒有錯 其實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糖尿病患者 你要去調控你的血糖 其實主要一個概念就是 跟你的總糖量有關係 我這個餐廁裡面進來的糖分的總糖量 所以不見得說水果很甜你就不能吃 你只要選對食物 搭配好你的總糖量是在可負荷的範圍之內 其實都可以吃 所以也就是說 假設它含糖分很高的水果 那你吃的份量少一點嘛 對不對 那含糖分 含糖量少一點的水果 我量多一點嘛 我可以彼此配合 那我只要總糖量是在我可負荷範圍之內 其實血糖都可以調控得很好 那你看我們的戲劇裡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主要還是在於水果本身 它本身的食物的特性 所謂的GI值 叫做生糖指數 所謂生糖指數就是我 攝取100克的糖分 的這個食物 然後我去跟100克的白吐司做比較 那它血糖上升的百分比 會站在跟這個白吐司 我把加速白吐司當100 那這些水果 它會呈現出來的血糖 會上升百分之多少 所以DGI是比較可以選擇的 當然它的儀式就是 上升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那DGI是指大概這個分數 是幾分以下是所謂DGI值的 通常我們會建議在55以下 事實上都是可接受的 所以現在這邊其實蠻多 都是DGI值 除了這個啦 西瓜好像不太少 好像太減了 而且你知道我要特別講一下 你看西瓜很高 可是你看西瓜的含糖量 才八克 為什麼 它就是這個食物的特性 所以這就是回過頭來 你去看 你說很甜的 我不肚吃 所以不見得 你要回去看 反正是要去看它的GI值 而且食物老師 是不是其實這些食物 其實你把水果 放在特定時間吃 其實血糖會比較穩定 是 通常我們會建議 水果不要隨正餐吃 因為正餐我裡面會有米飯 它是不是也有糖分 對不對 其他的食物 蔬菜也有糖分 也是有 所以我們不建議說 你這個一個餐室裡面 你把米飯跟水果擺在一起 因為你那個總餐室裡面的糖分 就太高了 所以我們會建議 水果往後拉 拉到兩個小時左右 其實那個作用就在於 我前面的米飯已經消化 血糖已經上升 弧度下來比較穩了 我這時候水果再進來 我不會整個趴拉上去太高 是這樣子對於血糖的調控 其實是比較好的 所以可以把水果放在飯後 兩小時吃 沒錯 但是吃這種甜甜的水果 就夏天到了 我們就喜歡吃冰的 又喜歡吃甜的東西 余醫師你說吃甜的 跟我們體質是有關係的 對 因為我們說 五味入五臟 酸苦 甘心 鹹 對應我們的是甘心 皮肺腎 甜味就在我們中醫來講 是屬於甘味 是對應皮 你會發現說像甜點 這麼療癒的東西 其實有兩個時間會很想吃 第一個就是女生在月經前後 對於糖分的需求 特別高的時候會想吃 第二個就是壓力大 心情不好的時候 吃一點甜的東西 多巴胺會分泌 所以跟我們皮虛有特別相關 因為皮虛的人 對於糖分的利用率是低的 所以我們首先要校正 我們的皮味的功能 因為中醫的皮不是只有皮和味 包括胰臟 還有一些胰島素的分泌 這個都是皮的一個廣益功能 那我們要小心 說糖尿病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 所謂的糖尿病手 糖尿病足 因為我們在電視廣告中 常常看到糖尿病足 大家就知道 說輪椅壓到 就已經知道 沒有感覺 對 那個大家都知道 可是糖尿病手 大家可能都沒有注意到 結果這個在我的病人身上 可以看到 因為它的 因為糖尿病已經久了 它的末梢循環非常不好 甚至影響到它的運動神經 運動神經 讓它的肌肉 末梢肌肉又萎縮 所以一般正常人不是兩手 都可以正常地合 因為它的已經關節 肌肉萎縮變形了 整個手是屬於這樣子 沒辦法合起來 這樣的中間沒有辦法合起來 我們有一個名稱叫做祈禱手 像祈禱一樣祈禱手 加上我望診發現 確實它在皺褶的地方 也有很多黑色肌皮症的沉澱 這個在我們望診 都要特別小心 你的糖分都已經是超標了 所以我們跟介紹 在這個夏天不見得要吃冰飲料 介紹一個茶飲 你能夠治標又能夠治本 這個首先我要告訴大家 不是糖尿病的人在吃 是你血糖不穩定的時候 你想要取代我們的珍珠奶茶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 第一個 我們治本健脾 健脾非常重要是炒白竹 炒白竹其實是可以利濕健脾 讓我們身體的多餘的 彈濕肺物可以代謝掉 第二個就是玉米虛 玉米虛在我們減重常常用 就是代謝水分 其實這個跟我們的苦瓜 五屑葉一樣 都有一些控制血糖的作用 然後第二個 我剛才提到有一個重點 紓壓 因為壓力大的人會找很多藉口 什麼都想吃 想去狂吃了 紓壓第一個 其實我們用玫瑰花 玫瑰花其實花香類的東西 或者是像薰衣草 花類的東西 有特別疏乾 禮氣的功能 在月經前後也是非常適合用來活血 然後第二個就是薄荷 薄荷有點涼涼 蔬乾的成分 就是我們夏天有胃熱的體質 你會發現說 特別是燒烤 炸蠟吃的特別多 那是胃熱的體質 會特別想吃冰的 吃一點薄荷 解掉那個胃熱 對冰的慾望比較不會這麼多 這個煎煮有一些藥訣 白煮和玉米需要先煮 先煮五分鐘起來 像這種有揮發油的成分 最後三分鐘再放下去 玫瑰花香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拿來當茶飲了 是 像我們吃飽飯後 90分鐘血糖值會飄到最高 不過大家都跟大家講 我們飯後是不要運動的 但少偉有些運動 其實飯後是可以做的 對 今天教練教大家 坐在沙發上就可以運動 那很簡單 大家知道嗎 你在運動後 吃完飯兩小時內 做有氧訓練的話 能非常有效的降低各位的血糖 比你在四個小時 或是五個小時後 運動來得好 但是大家會有個疑問 教練我剛吃飽肚子很脏 那運動不是會肚子痛嗎 所以說教練還是建議大家 雖然是在兩小時內運動是最好 你可以過30分鐘到40分鐘之後 等到稍微消化之後 我們就可以坐在沙發上 做一個很好的有氧運動 好 首先教練今天教大家 我們做的是沙發上的跑步 以及踢水 沙發跑步 對 沙發上可以跑步 那也可以做一些棒式 去雕塑你的核心 但是教練要記得大家 你在家裡做沙發的時候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把身體做直 因為沙發是比較軟的 所以如果你在駝背的情況下 你的骨盆會去做一個後勤 你在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非常傷害各位的腰椎 所以說一定要先幫你脊椎拉直 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 來 我們第一招 首先輕輕地扶在沙發上 我們先把膝蓋輕輕地抬起來 只要離開地板就好 在抬起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試試看 有沒有感覺到你的大腿酸酸的 有 應該會有一點 骨絲頭肌出力的感覺 好 那我們再換腳 有沒有感覺大腿前側 接近卡腰肌這邊 酸酸的 好 那我們大腿有酸到 我們再把動作控制在核心試試看 來 我們抬膝蓋 縮小腹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我的核心也有幫忙出力 好 再換腳 我們先做一點 這個很簡單的抬膝蓋啟動 過程中要記得保持挺胸 好 你熱身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手放這邊 就可以開始跑步 好像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你要用腳尖點 不能去踏步 用腳尖輕點 在抬的時候 你每一次抬腳 你都要覺得 我在縮肚子 縮縮 核心會出力 縮縮 那如果你抬個100下 我相信肚子也小得差不多了對不對 沒有啦 不用100下 大概30下 你休息一分鐘 再做30秒 然後三個循環 好 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仰臥的打水 也很簡單 我們先把手輕輕的扶著 在扶沙發上的時候 一樣記得手指頭朝前 盡量不要往後撐 往後撐的話 也是傷各位的手腕 所以手指頭盡量朝前 好 那跟剛剛一樣喔 抬膝蓋的時候呢 大腿前側 肚子出力 對吧 然後再把你的腳往前踢 這個時候你的股四頭肌 接近你膝蓋的地方 會出更多力 再慢慢的收回來 我們再練習一次喔 抬腳 大腿開腰肌 肚子出力 再把腳伸直出力 股四頭肌參與更多 再慢慢放 你可以先熱伸 四到八下 熱伸完之後呢 你已經知道你的肌肉 哪裡要出力 就不容易用錯力了 那一樣手放在身邊 兩個腳伸直 然後就開始打水的時候 你要記得喔 你在打水 還是要控制肌肉在對的地方 你不能這樣子 這樣子扭喔 上半身不可以動 對 要不然你的腰 就會有一點痠了對不對 所以一樣 30秒休息一分鐘 再做30秒 好 那最後呢 你已經過了兩個小時後 我們已經達到 一點點的熱伸 低強度的熱伸 讓你的核心酸酸的 讓你的有氧 心肺都參與運動 接下來我們就來做一點雕塑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核心 瘦得更漂亮的話 我們就來做棒式打水 棒式啊 我們掌撐的棒式 手指頭一樣要打開來 然後把你的腳放在沙發上 沙發上 再放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記得 你的腰椎不要下陷 像所有來賓都要驚呼 所有人都驚歎了 要把屁股微微翹起來 對 不用驚呼 這OK的 然後抬起來 沙發好難 慢慢抬 在抬的時候 一樣不是這樣子勾起來 這樣子第一個 比較不好看 第二個 可能這樣抬起來 股市投機 參與比較多 腳要打擊 可以時下 時下 再慢慢地下來 然後再休息 一分鐘 然後連續做三次 交給你們練習看看 其實糖尿病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急症 或者是慢性的併發症以外 糖尿病一直有被人 為人詬病的一個原因是 糖尿病容易造成身體發炎 發炎後仍然讓離癌的風險上升 你知道嗎 糖尿病跟六種癌症的發生率有關 那廣告我回來告訴你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